电力 和我们今时今日的生活息息相关 有人认为 电力最少为每一个人带来25个仆人 以改善生活水平 人又有没有曾经想像过 有一天 世界会再无电力呢? 在这个光景 人又如何生活下去呢? 今天 趁还有资源和贸易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做些什么的准备 以帮助我们进入一个再无电力的世界呢? 或者 危难就知 人需要移居一些既落后 又无电力的地区的时候 可以购买些什么的工具来取代呢? 原来 未来 无电力的生活 还有很多小智慧 工具和求生的知识 可以帮助人活得更方便 A 另类能源方面 当这个世界有一天会再无电力 太阳能将会是最方便 以及容易移动的另类能源 第一 假如 在资金充裕的情况下 全屋安装太阳能装置 是一种非常值得考虑的方案 因为它可以藉着 延波逆电器 将12V转成220V 直接配合现有的家居电器使用 而且一般的太阳能板 有长达10-20年以上的寿命 事实上在国内已经有不少安装太阳能的工程公司 第二 如果是资金不多的 可以购买一些小型的太阳能板 供给储电池充电用 储电池种类 A 小型的12V电池 一般在汽车用品商店可以购买到 B 2A或者3A储电芯 容量越大越好 例如是2000mAh以上 C 有金属硬壳包裹的锂电 切物购买 没有金属壳包裹的锂电 因为当太阳风来临的时候 它会因为没有金属壳 中和太阳风的电子而爆炸 D 1.5V和9V简性电芯 而小型的太阳能板种类有 A 可携式或者截碟式的小型太阳能板 好处就是方便于携带 甚至一些体积大于背囊的太阳能板 已经可以直接给手提电话充电 不过必须注意 体积太小小的太阳能充电器 往往会因为功率不足 未能给手提电话充电 大家提防被骗 B 10V单晶太阳能板 B 通讯方面 第一 在国内使用的对港机 可以考虑购买适用于U频 UHF 400-480 哨黑 功率达5-7W 以及可以供12V电源充电 第二 使用1.5V电芯的短波收音机 短波广播是一种介于2-30 哨黑的广播 由于短波的无线电特性 令短波一直是跨州通讯的最佳利器 除了广播服务以外 长程的越洋航空通讯 业余无线电 军警通讯都可以利用短波 达至与2万公里广泛范围的联系 这就相等于覆盖全中国任何地点 而且短波广播发放台成本低廉 通常4,000元左右已经能够设置完成 此外 只要手持任何短波收音机 就可以在室内或者户外接收信息 并且短波收音机耗电极少 一粒电芯可以连续使用一个月以上 并且移动非常容易 这种短波收音机在互联网失效之后 有机会成为教会发布消息 和传播福音信息的媒介 C,照明方面 第一,防水手电筒 第二,手动充电电筒 通常这类电筒具备手动及太阳能充电 多种灯光和收音机等的功能 D,小工具方面 第一,石子 供包裹小电器 以防备太阳风的电子 销毁电子产品之用 第二,求生刀 求生绳 手脚 手摇转 生火工具 第二,降丝棉 详细可以参考一些求生书籍和网页 例如,可以用9V电芯及降丝棉就可以生火 第三,绳子 锁带 电线 铜线 石线 第四,电芯型变固点刊器 俗称辣鸡 D,小型电器方面 太阳能计算机 电计算机 12V吸层机 使用电芯的风扇 E,零收音响方面 电芯MP3机 电芯喇叭 F,生活方面 经济版 单车 军用氯水器 车滑版 RO 氯水器 高效能电动单车 救生艇 保温屋 优质食物 保健用品 和健身器械 G,保暖方面 使用电芯的电暖弹 与勇外套 保暖睡袋 总而言之 只要拥有足够的知识 应用上的智慧 及充足的预备 一定能在未来 没有电力的生活中 教其他人 生活得更方便和舒适